Hello 大家好 我是七七 有这么一位大哥 为了自己的儿子 掏光了自己所有的家底 一路帮他还债 从他儿子读大学 一直到现在踏入社会了 还在帮他还债 这几年淡淡续续将近 跟他还了差不多百万的债务 但是可惜的是 这位大哥付出这么多 而他的儿子没有 半点的改变 反而更加病本加厉 我是劝这位大哥 该放手的时候放手吧 儿生自有儿生福 你赔不了他一辈子 他今天又给我讲 讲什么呢 讲就是他 我问他总共欠多少 他今天跟我讲他 现在有说十几万 我当时一下我就叹了 因为 因为我现在已经 已经给他背负了 这个四十多万的这个债务了 现在也是 就是 银行也是叫我 就是叫我还债 以前我主要是 一次次的给他还债 就恐怕因为他有这个工作 老不舍得放假的工作 嗯 明白 现在呢 他又说有十几万 我当时正在上班 我一下子我就贪了 现在我最近 我不知道怎么办 前两年 我就是 清明节放假的时候 我去见他 他还是在躲避我 当时他跟我讲的时候 说是一万多 一万多 因为这个 当时我不跟你讲了吗 有个期限的是 人家那个 人家都追到 追到他单位 那个我就 我就给他还了几千 然后剩下的 他说还有八千 没说多 你看这个 之前 您跟我打电话 说你儿子的 种种事迹的时候 我就说过 你儿子说的话不能信 因为 我从这条路上走过来的 他没有彻底扔掉这个东西 他说的话 十句话 九句话 您都要好好的掂量一下 可能他不是有意的想去聘您 因为大哥你跟他付出了这么多 他其实心里也知道的 赌徒我一直说他不是没有良心 他只是迷上了这个东西 他不知道去怎么面对所有的事情 所以他有时候会言不由容 说一些谎话 来欺骗你 其实我觉得 您这个儿子 您帮他是无可厚非 但是要注意方法和方式 有些时候 就是说 该放手的时候 适当放下手 他这么大了 您要 适当的让他去 学会成长 让他独立 让他为自己的债务去奋斗 去拼搏 只有等他自己去逼自己的时候 这个时候 您帮他才是对的 要不然您这样 今天跟他三万五万 明天跟他五万八万 这个钱他永远都还不清的 而且您一次次跟他还 您也不知道 您跟他还了这一笔 还有没有其他的 你永远都只知道 他给你说多少 您就还多少 他可能 每一次都跟你 没有坦白清楚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其实您这个儿子 他工作虽说是个好工作 但是从这个薪资待遇方面来说 我觉得是 不太值得去保留的 因为就算你现在帮他把这个债务全部还上了 你现在去借债 借的到处都是 那将会来这个债务来还 又需要多久的时间 一个月两千多块钱 您想想 几十万的债要还多少年 不现实 您要适当的放放手 让他自己去受受这些苦处和折磨 让他自己去逼一下自己 等他真正的学会自己去想办法挣钱的时候 其实在那个阶段您帮他是最好的 您在那个时候帮他一方面可以鼓励他成长 另一方面他自己也会慢慢的体会到一些 生活中的苦处和不容易 这样才能慢慢的改变他 他永远活在你的庇护下 他永远都长不大 我甚至跟你讲过 他是个工作长 我也不舍得让他扔掉 我知道 大哥这个年代的人可能觉得 这个有个单位可能就稳定一点啊 什么什么 确实 那如果一个平凡的人不想什么大富大贵 你说自己安安稳稳一辈子 那肯定是没问题的 那关键是现在这种情况 他不逼自己将后来想幸福下去 是很难的 他踏上的这条路 他就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他已经现在是很狼狈不堪了 你让他现在去每个月挣2000多块钱 你觉得在你儿子的眼里 他有把这份工作当个事吗 他一个赌徒输了上百万的人 你觉得让他一个月挣2000块钱 他心里真的是甘心吗 我告诉你 我敢说您儿子 自己打心里 都看不起这个2000多块钱的工资 所以您也不要强加给他什么 放手让他去别的地方闯一闯 对他来说是件好事 真的 谢谢